欢迎大家收看本集的野球普拉斯 我是小楠 周华职棒开季进入倒数阶段 各支球队先前在官办热身赛进行调整 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了各队的球员教练以及球评 来看看热身赛结束之后 他们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 高国辉3月24日上演再见三分炮 帮助富邦看将在官办热身赛 以五连胜狂拉尾盘 结算战绩他们7胜3败2合 逆袭成为热身赛战绩第一名 对于刚上任的洪一中总教练来说 热身赛这段时间有多重要呢 但我到这个球队是新的球队 所有的分手我都稍微要认识一下 不过这一次当然就是说开幕战一级演 从314演到328现在有演到411 那我有多一点时间去对这个美国选手的一些了解 我觉得掌握度蛮高的 因为除了现场的一个调度以外 那就我刚刚讲到一个点平面所披露的 就是说像讲之前的这个跑壘 他也会适时的给予称赞 这个是一个教练在带队的哲学 就是说我会让选手知道说 我比较强是我所要求的地方 但是我也同时间在适时要给予你肯定的时候 我会释出这样的一个善意 这个热身赛红尼忠教练在用人 其实跟他在过去Lamigo 时期很像 就是他不一定会迷信大牌球人 大牌球人或许是有很核心很重要的攻击能力等等 但是当有需要换人有需要调整 或你真的状况在低潮的时候 事实上同位置就会有其他的替代人选 讲到今年热身赛 在刚开始让大家印象最深刻 想必是中信兄弟的全雷达火力 他们以战绩八胜四败最终拿到第二名 最新上任的邱昌蓉总教练认为 球队目前打击不用担心 主要是几位年轻投手还要在观察 而邱总也思考出对于阵容变化的一套方针体系 那我的今年的做法就是 一二军的状况好就会上来 状况不好就下去 所以我们的这个 异动可能会比过去再平板一点点 当然义军如果都表现得很好 那就不会有一所异动 对 那像现在 王正民啊恰恰 恰哥也在那边帮忙 然后威助跟王建民 然后我们整个农场就是 也都有很好的一个训练模式 跟来协助他们在经验值上的传承 我想这一方面就交给他们 那我也比较放心 对 而乐天桃园的战机七胜四败一盒 排名热身赛第三 暴力园达线继续调整中 至于同一师队战机五胜七败排名第四 秉总说球队在守备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哦 热身赛本来就是在寻找一些问题 那跟寻找好的感觉 那目前来看是打机上面的一个串联上面都还还不错 那可能就是在一些跑累啊 或是暗号的一些细节 可能还是要做一些调试调整的部分 那头手部分其实都有按部就班的下去做目标的一个设定 那也慢慢都有达到一个目标 那现在就是慢慢的把整个头手的定位跟整个的调整的一个定位都到位前进 我们以往都是手背跟头手这方面是比较大的隐约嘛 那目前出去看起来我们手背也做了一番的功夫 也有一些进步的呈现 那就是头打手这三个环节 在开机之中我们怎么把它调整 每个人都到位 然后持续往我们教练团跟球队的方向去执行 然后再就是透过比赛 是不是能用比赛的胜利来增加球队的那种 胜要赢球的那种欲望 从打职棒到现在我第一次 全程参与到官办热身赛 这次做完善的准备我觉得 打击状况一样啊 就还在慢慢调整当中 那手背的状况我觉得比之前好很多 那希望这方面可以继续维持 第五队魏全龙本季官办热身赛 是直到最后一场才赢得首胜 战绩一胜失败一合排名垫底 叶巨掌总教练也提到 投手群失分过多是伤害较大的环节 而这也会成为他们接下来补偿的重点 来听听球评施政哥怎么分析 卫全龙的下一步 就位置上加强 第一个可能后面还有一些选秀 那这个选秀 也有可能有一些里外的选手投入 这个在去年的卫全交互选秀 完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曾经听黄九龙教练讲过 他们是先把一个野手 也就是攻击跟守备的阵型完整化 那他们有说在他们的规划 下一阶段的选秀 应该就会着重在 投手这部分的战力 那另外就是说选进来以后 在现阶段不考虑羊将的情况下 他们在本土投手的训练 我觉得还是会回归到说 我要有一个稳固的 至少找三到四名的先发 因为这样子对他们来讲 将来假如有一两个强力的羊将进来 或许被排挤掉的一两个 原本先发的本土投手 他可以当很好的一个长中继 或者是六七局的牛棚投手 那在终结者的部分 再看他们做什么样的考量 那就期待卫全 接下来这一年强化战力 感谢大家收看 一起来期待中华职棒开幕战吧 我们下次见拜拜